就这一个玩意儿了 一千三的 看见没有 这是啥呀 路边的 你还得来瞅瞅 你这个都哥哪买的呀 这养路那儿啊 路边的 一千三的 不是养路那儿买的 对 真了 看来为了这第二春 大爷真是豁出去了 十全大补汤 怕是都得干外下风 这么舍得投资自己 看来老头条件不错啊 李大爷 今年六十九岁 年入十万元 家有三间大瓦房 这不这边四个楼子吗 你看看吧 这是四个楼子 那边俩 都照着了 就怕焦烂了 一半火不卖 你到秋天卖的 从这能看着 里面确实都是包米 那不是看着了 我们都看着了 一楼包米里面 能有多少啊 两万块钱 就往这一粒 这就两万块钱呢 这是 对呀 两万得多呢 你这咋卖一包米 能卖这两万米 上家收了 现在包米涨价了 一搜一次得收多鞋过来 他过来有一楼收一楼子 楼半楼收老婆半楼 一百楼收一百楼子 那你今年种了多少米 今年七场 今年还七场 我这场地要不送包出去 今天是一场地八千 七八 你五万六 包出去我干 这块块都是五万六块钱 那不包出去 你非得自己种 自己种得对我十五多万呢 像这个不对十五多万吗 咱重大岁数了 能都自己整这些 别人家也是啊 别人没有 别人一般五六多岁 六十岁都干不动不干 大爷这条件还真不错 一年忙活下来 李承老头可是强多了 大爷说了 之所以这么大岁数身体 还如此响当当 是他那独门秘方 立下了汉马功劳 这股边酒山酒 这里泡的是啥呀 陆庸 路边 阎参 东葱 那个是林芝 有啥功效啊 都 这个 补身 你这是在哪块学着的法啊 给电视告过你 电视上场 哎 电视这个 喝了之后你感觉身体 是重啊 对有啊 我现在体格刚刚多硬实啊 干活二多岁都不好使 人到晚年不得已 保温杯里泡口起 枸杞难挡 岁月催 杯中在家典当归 当归不抵岁月刀 人身鹿绒配小烧 这正一个玩意儿 一千三哪 看见没有 这是啥呀 路边哪 你还得来瞅瞅 你这都哥哪里买的呀 这羊鹿那 路边哪 一千三哪 不是羊鹿那买的 对 真的 你自己去买的 对 咱们这年龄大 都长了一些 不对 就我 他吃不起呀 哦 你说别人一般 没有人调验的 没有调 他那能吃起 一个比较就一千多 这都高的酒 这一斤酒都二十块钱 那帮个酒 就是好 好一百 不熟啊 咱这买的 这玩意儿一千三 这会不会有点 太奢侈了呀 那你有钱就不算浪费呢 保养身体嘛 没钱就是浪费 大爷永远是大爷 这口下去都快赶上十全大补汤了 这么舍得给自己投资 看来大爷实力尚可啊 你一年收入能达到多少 一年收入啊 这包米能卖之大 别说卖十多万万 少说 卖十万 哦 费用底子呢 三万 剩七万 哦 七万我还有点 抬出那钱还都有三万 抬出那钱 就是这个人的钱 利息三万 光利息 这就十万 一年我保就十万块钱 如今大大的小日子 在整个囤子里 可以说是齐鱼旺地做教的 笔上不足笔下有缘 虽然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可唯一的遗憾就是冷床冷无一人睡 白天不懂夜的嗨的寂寞 更是无人能懂 于是尘封多年的铁树再次开花 大爷要喜迎第二春了 你们女孩子吧 得意这个帅哥 这名为吧 帅哥得意美女 就这么个意思 还是想找个好看的 老头和年轻都一样 另外我要把一个孩子 你记得 要能给我赔的词 要楼给武术给他治个头 不要楼要钱 我给他十万块钱 我有这个思想 不耍人 我实会 到当家老太太 要说大爷给出的条件还真不错 就冲着十万块 大妈们也得网上冲一冲啊 了解完大爷的择偶标准后 红娘找到了今年六十四岁 没房没老宝 打工每月收入三千块的沈大妈 这沈大妈 这上半辈子就像造上的妈布 酸甜苦辣都尝尽了 过去了十多年 丈夫身患肺癌 不是在看病就是在看病的路上 最后还是没能留住丈夫的生命人才两失 不到四万块钱买的房子吧 卖出七万多块钱吧 这七万全都花到的治病 反正花花这几年这么说吧 也得花四六七万 花这么多钱 这个钱在那还不全是咱家的 就是拉的几乎都算花这么多 就花这么些钱 就是说这些年这钱 就是指数不进还欠债 对 拉六万块钱进 我现在还两万多呗 还有四万块 一姐有外债 小弟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看来大妈有想法 你来找的话 你觉得其实这个债 是想让地方帮你还 还是看他自愿 如果不帮我还的话 那就不能结合在一起了 那我必须得出去打工 既能就说是跟你相处 也不想让我帮你还这个债 如果让你自己去打工还的话 这你能干吗 这你能干吗 这样才能 这种的那就没有啥意思了 你说错完了 我再出去打工分开 你说咱的年龄 一年比一年龄大 那我再完处走 就没啥意思 您问了 就是想让老头往外掏票子呗 那就看你那盛世容颜 能不能让大爷心甘情愿吧 我父 要沈文华 沈文华 姓沈 我瞅得挺有演员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的感觉还不错 大爷那嘴更是像打开了 陈锋多年的话狭大 巴巴都没完 我吃个还打药了 还种地呢 啊 那不免个人 这有多些地啊 七长地 他这七岁种地 不种地了 你想想就花那老板 能花多长时间 全养的伴儿吧 张三得离 飞飞鸡 要不就不能办 手展多少了 大老个够了 丁又退休工人 退休工一年 看三万 十年三十万 花二十年六十万 说起自己这些年打下了江山 大爷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大妈却一点都不给面子 直接泼来一盆凉水 你确定你那两千靠花吗 要是有重大疾病 就是几十万啥也不好干 你要是说你没有疾病 这钱就可以说是够花 你像我们家那人 一直他们有那后来得了病 你看 花多少钱那时候 花那有个十七八万吧 就是初步这么样的事算吧 反正我现在就是 给我老伴儿治病有点机会 有多少机会 现在还能有四万来块钱机会 我就是说不找老伴儿 我就自己出去打拼 我也能还上 我要早了 我要结合一起 所以说咱俩在一起过了 我再出去打拼 行吗 我也能还上 听明白了没 想让我在家给你热炕头 你就得给我拿辣钱 一天要掏钱 大爷立马直轮了 经验告诉我 这可能是个温柔的陷阱 好人有没有有 假如你是好人 你是好人 要换人打拐的对吧 人都信不实了 过三天两早 或者一年半年 撩子 人钱两口 金融货五年开外吧 给还 过五年开外吧 对 对不可能 那我得打拼 您都借清楚钱 你说大哥 比如说要借你钱 我得五年以后再还 能是那种事 那不行 那一借金融 那你说 我要干你钱 说我的那个什么 我那个找老伴儿的 这其他不给我还 我还不能出去打工了 五年以后再还 你乐意吗 他这一说话一出口 他这言比较是挺 钱秀 不是大方言 你就跟他过很日子 这言也不像 什么秀 钱秀就拿钱 拿钱那个啥 那个办回事呗 不是那个大量人 那人要不拿钱 办回事 人能攒下来 不是你攒一钱 攒一钱 你要如果把老伴儿 你该花的 你必须得花 你要是说你说 舍不得给花 那你就不能办 这话说的 你不拿钱 当回是干嘛 逃老头狮子大海狗 我看你那心眼 比筛子都多 真要取进门 怕是不把老头 伺候死 也得把他往死里伺候 要说大的 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见过大风大浪的 这点小九九 还是算计不过他的 我说的不是你骗钱 你是好言 让那些拐的吧 因为信不着 你得一个 得处处 你是说这个条件不行 那咱就免他了 那干脆就是 没有玩下谈 那人家挣钱也不用 我这人可不是出来骗钱的 最终两人的相亲 因为票子的问题 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 分享的视频 劳烦动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明天见